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变成我们的眼光又开始转变咯 我们要去解三个连立方程式 这个 以及这个 第三四指跟R有关系 第六四指跟θ有关系 第七四指跟φ有关系 对不对 直接把它解出来 那我们要带回第五四 带回第二四 答案就跑出来了 OK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所以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处理第一个φ的形式 好 我在这边呢 再稍微整理一个东西好不好 我们这边原本的位置啊 是什么东西 一开始我们要求的位置是 我们本来最完整的解 当然因为不能解 所以我们就进化 进化到我们要求什么解呢 我们要求解 大R 求解 大θ 求解 大φ 但这里面分别引入了 两个也未知数 αβ 所以现在我们从一个未知数呢 转换成为五个未知数 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五个未知数 OK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解决掉 好 那这个是 这一步对不对 好 我们就开始从这边来 这个解好不好解 这个的解呢 可以分成两个现象 它可以等于两个 第一个 当α等于0的时候 因为α是未知数嘛 对不对 那0也是其中之一啊 假设α等于0呢 就没有它 那你只是要最简单的 二次的这个温方程 那它就等于一个常数啊 我们叫做A好了 再加上B 5 A跟B都是未知数 对不对 第二个 当α不等于0的时候 α不等于0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可能是C exponential 这边以过去就变成 I开根号α 的φ 或者是D exponential 负I 根号αφ 它只有这两个 但是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啊 了解什么事情呢 这个φ 对一个中心点对称的 球状对称的 你看看 我们要是有一颗球是这样 我们晓得 假设我这样切出来 x y z 假设这个是R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 它投影下来啊 下面的这一条呢 这个地方叫做φ 对不对 上面这个呢叫做φ 那R呢就在这边变了变 φ呢 它一定是沿着这边 扰一圈 扰两圈 管你怎么绕 我可不可以绕回原来的地方 可以 我每次绕回原来的地方 的解 跟心情还没有绕的时候 一定要一样 不然你就会解出个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指 这边的VM方选呢 跟绕一圈回来之后呢 竟然不一样 知道吗 这就好像老师在那边看着你们 就上完课 我从另外一绕回来 就看到是另外一班 下面都是鳄鱼 然后再绕一个 再再回来 下面又是什么 正妹啊 那对你们会很兴奋 OK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要一样 无论如何 φ 在某一个角度 我们叫做零好了 一定要等于φ 在怎么样 二拍 你没有选择啊 这个是必然要有了一个现象 物理上要求的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带入第一个来 等于零的时候带进去 就是A 等于二拍的时候 带进去是A加二拍B 对不对 好 比如说以这个带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 零带进去A 二拍带进去 A加上B乘上二拍 这是当α的预定 假设是这样子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A要等于A加B的二拍 那只有一个办法 B要等于零嘛 对不对 B等于零 那A等于A 废话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B要是等于零 就告诉你 你的解就只有一个常数而已 对不对 就是A 所以呢 假设是这样子呢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当α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子 对不对 第一个它只是个常数 只是个常数 那就有跟没有 还不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解 不就是大R 乘上大D 乘上大φ 假设φ等于一个常数 那你通常把它丢到它前面去 到时候 normalization一定要有常数 对不对 通常丢过去 所以有跟没有 差不了多少 好 第二个 当α不等于零的时候 这一带进去 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会等于什么结果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零带进去 零带进去 零零 C加D 等于 2排带进去 C exponential I 根号α2排 加上D exponential 负I 根号α2排 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对不对 这是α u等于零的时候 这边两个要一样 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这个 这个 通通等于1 什么时候会等于1 我们知道 Exponential I theta 可以写成cos theta 再加上I sin theta 所以我们Exponential I根号α 管它的正负 通通给它进来 乘上2排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什么呀 cos 正负 根号α 乘2排 再加上I sin 正负 根号α 乘2排 管它的 它一定要等于1 这边告诉我们 要不然就 没有道理了 等于1的结果 你告诉我 cos什么时候等于1 0度 还有什么 π π会等于-1 对不对 2π OK OK 我们应该等于什么东西 对2π嘛 2π就会等于正1嘛 对不对 但事实上这个正负号 看起来都差不多 OK 不管怎么样 你这样一看 你就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 根号α 乘上2π 一定要等于某一个正整数 乘上2π 对不对 因为你有正有负嘛 就代表M呢 可以是什么 正负1 正负2 一直来 0可不可以 0也可以啊 cos0本来就等于1 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后面散 永远等于0 所以杀掉杀掉 所以α会等于什么东西 根号α会等于什么东西 m呢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解是不是等于 干脆把它全部塞在一起 Exponential I m 2π 就是m 抱歉 这边有个φ 我这个φ 哦已经带进去了 φ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它写成两个 假设写成两个 跟写成一个一样嘛 因为这个可以正负号啊 你要是写成一个负的 那他就一定要正 管他的 反正你本来就是可以在这边变化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解呢 大致上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解 φ解完了 告诉我们这边的根号α α一定要等于m的频发 一定是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看 我那边解释告诉我们说 大φ φ的这个已经解完了 跟他有关系的α 也知道了 是不是这两个解决掉了 right 太好了 我们只剩下三个要解决而已 ok 好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解啊 大致上 把它写一下 好 怎么写 写在这边好 所以我们的φ是绿色的 好 来 我们再这边 φ 它可以等于a if α等于0 或者是c exponential i m5 再加上d exponential i m5 m呢 等于0 正1 正2 就看你写几个 写两个就要有真符号 要只写一个 只要写真就好 因为真符号 有前面掌控 α等于m平方 解决了 总共编个号吧 你解决了对不对 好 我们把解决的对象呢 把它框起来 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还有三个 3 to go 好 那么这样来呢 我们把第六四呢 这边再写一下 我们开始来解θ的部分 我们继续呢 第六四来 好 第六四来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剩下的是什么东西 是你这个 我把它抽一下 好不好 sin θ 不用partial了 因为现在θ已经整个提出来了 在几个之外呢 上面那个几个A A 这个 这个A字是个常数 它也没有说它是多少 M等于0 它的解决啊 一解决啊 不过M等于0是 C加D就是A嘛 所以好像M不能放0吗 没有人规定它不能放0啊 只是因为这样子好像又回到第一个状况上面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只有等于0的这项可以合并啊 不等于0的不能合并啊 M等于0的跟这个等于0是一样的 嗯 好主意 好 很好 Very good 太棒了 这样子很好对不对 那干脆更简单一点 写其中一个就好了 M就给它正负号下去 就全部都cover了 OK 越来越棒了 OK来我们继续继续 我们要把它抄完 加上 BEPA ψi平方θ 减掉α α是m平方 大θ 等于0 好 我们第六四终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面有θ跟β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M已经解完了 已经解完了 OK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要怎么解 我们发觉不容易解 请大家拿出刚刚发的讲义 拿到 第25份 上面有大大的字 25的 背面 背面 26页 associate legend 他第一条26.1 就是legend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觉得跟上面长得像吗 超像的 怎么看超像 目前还看不到对 他好厉害 看到这个 就好像看到这个四子 立刻就发觉 他就是 social legend 对吗 哇 好强哦 你知道吗 OK 很好 假设你可以这样子 你就一流了 OK 好来我们继续 我们怎么把它编过去 OK 有几招标准知识 OK 第一个 我们让 W 我们设定的叫W的东西 我用蓝色 不要不要不要 都用红色 W 我用W是因为 我们前面质量是μ嘛 不然我就用μ了 把它定义成为 cosd OK 我们定义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个四子呢 我们要编个号一下 这叫第八 这叫第九 好来 那我们就开始一个个来了 W写成这样子的话 你抵 你对任何个东西的微分 我们这边有抵 over抵θ 那根据圈入的话 根据圈入你是不是就可以抵 抵一个比如说 cosθ 然后再抵 cosθ 对啊 Yup 我觉得 M还是在讨论α是不是等于0的时候 因为如果m等于0的时候 α不等于0的话 那个值带回去的话 其实在最上面那是值带什么 不是 对假设是根据这个的话 α不等于0 你m就不能等于0 m等于0就是α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真正来做 不应当是这个 只不过 假设你把它塞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好了 塞进来的时候 你发觉 假设你把它 看作0 它只是两个不见 两个e c加d c加d跟al不是一样 你根本就不晓 c是什么 d是什么 你也不晓得a是什么 管它加起来 通通等于常数 最后都会被什么 normalization factor 全部吸收掉 那事实上是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你这整个的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不是可以 直接选一个 简单的来做吗 通通把它叫做 exponential i m5 好不好 你喜欢正的 喜欢负的 自己下去做 那管它 m就等于0 正负1 正负2 是不是什么都出来了 right 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 把它弄掉 粉笔一直在掉 自从老花眼之后 协调功能就变差 我总以为 我抓得到了 结果呢 有个距离差 因为眼睛 一直在外面里面 外面里面晃来晃去 所以呢 协调功能就很差 以前不用老花眼的时候 拿粉笔绝对不会掉 所以现在已经不行了 I m5 前面给它个西数好了 随便 OK 我们这样写应该会比较好吧 这第几次啊 假设这边都已经到7了 这起码是8吧 我们那边有没有编号 我那边有没有编号 没有 所以我们要编第八次 那那边那个就要编 第九次 第十一次 OK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写 那这样子写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更进一步的 负的 sin theta d dw OK 这个不就等于负的根号 cos平方 theta 减定 e d over d w 负的根号 这叫什么 w减1 d d w 好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第九次呢 就会进化了 第九次呢 就可以写成为 抱歉啊 这是颠倒 写太快了 e减掉cos平方 theta 不是二倍角公式 平方 所以最后面呢 我们会得到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是这样设定 我们 c的 好吧 先把它变了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就写上p 我m不再用特别了 OK 我们就把第九次 转换成下面这个次 其中这个p啊 其实跟 theta 完全一样 只是 theta里面 是 theta的函数 p里面是cos的函数 如此而已 OK 我们只是把它做个 变号 假设你不喜欢 就把它维持大 theta 无所谓 OK 你就可以按照 你喜欢的 比如说 你要是以前 我就会把它写成这样 等一下 要红色 这样子也可以 OK 只是一个是 theta 一个是cos theta 现在 统统变成这样子 这是以前的做法 所以今天呢 我暂时先还是写成p OK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稍微 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发现了 第一件事情 当m 好了 m 我还是要把它加强一下 当m等于0的时候 那待会再解决m 不等于0的时候 OK m等于0的时候 我们这个equation 是不是就变简化了 这个处理 你会变成两项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这个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请大家再把这张拿出来 拿到第二层 Legend function 看第一个 Legend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不是长得跟他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夏威奇一样 夏威奇人可以看到 你还没下之前好几个步骤的状况 通常你很有经验的 看到这个就知道就是他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就了解是这样子 好 那事实上他已经帮你解完了 你要是不晓得怎么解 管他了 就拿来用就对了 OK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稍微解给大家看一下 你才可以了解他里面几个 重要的ID 好 第一个 这个怎么解 我们从这边算到这边 只不过是把第六四 转一个样子而已 转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怎么解 我们还是在于 我们地图的这个地方的 第一个 怎么解 个别解 φ已经解完了 那现在要解θ θ解完要解r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解这个东西 这一看呢 发觉不太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前面的系数 这些微分项前面系数并不是常数 而是跟着他 你微的这个对象 以前都y of x 对不对 现在是p of w 这w跟有关系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没有办法了 我们正好采取另外一招 我们就假设 p w呢 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写成什么呢 ok 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极数展开来 反正它一定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本身 我把它展开来 展开成一个polynomial 你就像那有个函数字 你可以对它做tide展开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你整个展开来 但是它要求呢 它现在展开形式是类似这样的 你的变数是w 所以w摆在这边 它是变数 变数 变数 ok 前面是它的系数 后面是它的次方向 所以就相当于说 假设你可以把它无穷多次向的 每一个系数都求到 那就求完了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说 我们要求解这个的时候 求解这个的时候 我们会转变为 剩下我们去求an个无穷多的系数 所以一个未知数 引入了无穷多个未知数 ok 看起来好像有点自跑没去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以退为进呢 很有用 但是呢 我们要求一件事情 A0啊 不要让它等于0 反正你都还搞不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 我先让它A0不等于0 看看会怎么样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哦 就开始把它丢到 我们第12次了 所以这是我们第43次 我们要丢到第12次里面来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个丢法 第一件事情 第二次里面除了P之外 还有P的一次方位分呢 所以我们把它V一下好不好 假设是右边这个样子 这一V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什么 这边要很小心 N加Q当然就下来了 AN不动 那W上面就是N加Q-1 再为一次 你这边N加Q-1 N加Q-1 这边有很注意的一件事 Q到底要等于什么 要很小心 假设Q等于0 假设Q等于0的话 那你就发觉一件事情怎么样 我A0上面的次方向就是0 那A0就是常数 所以我V的时候 所以我V的时候呢 A0可能会被V掉 对不对 但我不希望A0被V掉 所以我想办法选择一个Q啊 本身呢 可以做这件事情 让A0维持住 好来 那我们这样子一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通通带到第12次 第12次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第12次 好滚塌了 我们通过把它丢进来 一一剪掉 Omega平方 两次方微分 OK 这第一项 记住我现在已经不再用颜色了 我直接就把它写进来 剪掉 两倍的W 一次方的微分 还有最后一个 再加上Beta Beta是微致数 所以为了 避免我忘掉 我先给它Beta 维持绿色 然后呢 Summension AnOmega N加Q 我把它写成这个样 OK 整理一下 N等于0的这一项 N要是等于0 这边会有OmegaQ-2次方 N要是等于0 这边有Q-1次方 N要等于0 这边会有Q的1次方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稍稍微 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这边还有什么 1减掉Omega平方 所以Omega平方一沉进来 减2的 就变成没有减2 就变成N次方 对不对 Q 就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这样 加上其他项的 其实应该把这些通的码集中 我把它集中好了 我把这个 不要单独写出来 我把前面两个系数 再加上后面这一大串 它会变成这样 OK 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W代表什么 Cosin Φ 所以基本上 W允许的空间 是在负一跟正义当中的 一个变化 无穷的一个变化量 它可以任意变化 那这三面线又无穷多下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让它等于0 唯一的办法 就是它每一个 O的前面的系数 通通都得等于0 你没有第二个方法 所以在这个方法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告诉我们以下几件事情 All coefficient of Omega 通通都要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第一项呢 这个要等于0 第二项呢 这个也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Q乘上 Q-1的A0 要等于0 OK 还有第二项 Q Q加上E的A1 也要等于0 不只是这样 下面也是一样啊 所以前面这项 要等于后面这一项 它要有这三个实质出来 最重要是第三个实质 第三个实质 你仔细看 这边是A的N次方 A的N D N个A 相对应过来 是DN加上2的A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假计这个方向是一确认之后 你要是知道A0 比如说上面的A0 知道了 你就知道A2 你知道A2 就知道A4 知道A4 就知道A6 所以呢 你知道前面的最前面的这个 后面偶次项的全部都知道了 假设AN是A1 你就知道A3是什么 你知道A3 就知道A5是什么 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虽然说 我们在求这个解的时候 不晓得怎么办 我们引入了一个极数 就变成说一个解 要变成去求解 无穷多个系数 但是那个equation告诉我 你不用求解 无穷多个系数 只有两个而已 A0或A1 你一旦知道了 整条四十的解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看 好 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假设我说 我让A0不等于0 A0不等于0 那么这里面 Q呢只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0或一个是1 对不对 假设我让A1不等于0 那Q能够等于0呢 就是0或者是-1 但是Q假设 比如说A不准等于0 A0不等于0 因为A0要是等于0 就代表偶次项的 全部都不见了 只剩下基数项 对不对 A0要是不等于0的时候 假设你Q让它等于1 Q等于1 那就会产生很多个问题 为什么呢 Q要是等于1的时候 其实也好 Q要等于1的时候 A1就一定要等于0 就相当于说偶次项存在 Q等于1的时候 G次项一定要完全被消灭掉 同理 假设G次项 A1存在 Q等于-1 因为A0你不知道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要是这两个 Q等于0或Q等于1 Q要等于1 带进来 那A1一定要等于0 对不对 就等于基数项不见 它的意思是这样 也就是说 Q的本身 我们也可以选择 你到底等于0 还是要等于1 OK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 假设我们现在set 让Q等于0 OK OK 我们就让它这个样子 好 我再重复一次 Q要是等于1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地方都不会等于0 那唯一等于0 就是A1要等于0 A1等于0 就等于没有基数项 OK 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既然你Q有两种选择 我现在先让Q啊 等于0 让Q等于0 Q要等于0的话 就相当于下面这边 我们没有这个的 没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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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丢进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 我开始用黄色来写 OK A0我们 不让它等于0 会等于负的 二分之β A0 A4 会等于6 减掉β 12 A2 A6 会等于20 减掉β 30 A4 一字下来 A3 会等于2 减掉β 6 A1 A5 会等于12 减掉β 20 A3 A7 会等于30 减掉β over 42 A5 这样一直下来 就你发觉 两边通了都可以 对不对 两边通了都可以 那反正Q 只是你一种选择嘛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的选择要想办法 让A0 不要让它等于0 我们只希望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子的选择 也无妨 那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发觉 A0一旦确认了 后面就知道 A1一旦确认了 后面就通通都知道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解啊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子呢 最后面我们的解呢 PW呢 就会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 我来这边写一下 A0有一条 1再加上 2-Beta除以2 W平方 6-Beta除以12 -Beta除以2 W4次方 20-Beta 30-Beta 6-Beta 12-Beta除以2 W5次方 W5次方 我们解决就可以写成 类似这个样子 OK OK 不过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很小心一件事情 它一定要能够收敛才行 它是发散了 那就惨了 对不对 我们的解一定要有限制嘛 OK 一定要有限制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保留在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说我们来找其中两项 很高很高地方的 一般呢我们要说 你看A0再加上一个偶次的方选 A1再加上G次的方选 对不对 这是它的解 好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我们一般呢 就是说你这边有这么多项 我们把前面这个叫做系数项 系数项叫做T的五次方 这叫T的三次方 就一大票 对不对 每一个Omega三次方前面有个T3的系数 Omega五次方前面有个T5的系数 按照我们以前 我怎么知道它收敛 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要做个Limit N 然后毕竟到无穷大 因为上面的N呢 这个次方向可以很大 我从T的N加上2 除以TN OK 一定要N加2除以TN 因为G数项只能够后面比前面 O数项也是后面比前面 两个通通都相差两个 相差个2 假设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其中某一项除以某一项 比如说A的 这边都是AN嘛 对不对 A的某个N加上2项 除以A的N项 那AN一定要 那我要是 我看看 基本上 不对 它这个是整个叫做T 整个叫做一个系数 对 没有错 这样子才叫做一个系数 它要把它摆进来 所以这边呢 一定会有个平方向的差距 假设这样子 好 我们开始把这一些的东西放进来 我写在这边 你会得到什么 我们的循环公式在哪 在这 你相当于这一次要除以这个 所以系数等于这个 除以这个 所以它要Limit N乘上N加上E 减掉Beta 对不对 Q等于0 N乘上N加1 减掉Beta 除以 前面是多少 N加2 N加1 乘上Omega平方 它一定要这样子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假设这个Beta是有限值的 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你看这边Beta有限值 当N很大的时候 几乎把Beta丢掉不看 它是不是变成N平方 加1 就是N平方嘛 最大就N平方 下面最大也是N平方 其他通常都比它小 把它干掉 最后N平方除以N平方 等于1 等于什么 Omega平方 假设是这样子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W平方 W是什么 Cosin Theta Cosin Theta的范围是什么 正负1 记住这边有等号 你要是当这个W是小于1的时候 你知道越多次方 后面越多次方 它就越小 最后就收敛掉 对不对 合理 但是它等于1呢 那不是鸡飞狗跳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无穷大 都还是1 乘上一个什么系数 因为最后系数 两个后面前后两个比起来 等于1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加下去 会变得无穷大 发散 所以说 假设写成这个样子 它告诉我们 只有当W小于1 大于负1的时候 它收敛 等于1等于负1的时候呢 拜拜 那不行啊 我们W既然假设成cosθ 有没有人规定cosθ 不能等于正1 不能等于负1的 不行嘛 因为你的球对称 你怎么把 刚刚这个角度θ 顶端的点把它挖掉 然后南极也把它挖掉 我没有理由去挖它干嘛 所以不行啊 所以它一定发散 我们允许一个解释发散了吗 没有这种解嘛 你的解释无穷大 请问这是什么解 所以那时候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啊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什么地方 β β是什么 位置数 我们也不晓得β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既然它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我能不能令β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这个散面群 不会上到无穷远 假设我β等于6 你告诉我 6减6呢 等于什么 0 这一项等于0 那下一项呢 通通都是0 是不是就被我卡中断了 管理是什么数值 你我家有限项一定是有限值嘛 它又不是无穷大 是不是 整个就变收敛了 整个就被terminate掉 同样的 基数这边 我要是假设它等于某一个数值 我就把它cut掉啊 所以最简单一个办法是当它够大的时候 我让β就等于n乘上n加1 要是这个样子 这整个东西加到一个什么 就被切掉 就好了 那这样不就OK了吗 我们只要要求一件事情 假设A不等于0 A1一定要等于0 OK 这样子才可以 假设A1不等于0 A0一定要等于0 那这样子我就会让我的β 刚才是G次项的β 还是NO次项的β 总之到了某一项之后 它就被我cut掉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